南投五街霸闸门两度异常放水 关键的31分钟排了大约20万吨的水量 相当于80座标准游泳池的水量 造成了4个人死亡 但是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离谱的失误 检调跟台电内部都还在追查 当天值班的苏信值班人员 被检方依业务过失致死罪裁定10万元交保 闸门客长被请回 而台电目前初步研判 很可能是传输电缆绝缘不良量货 如果有人为疏失绝不互断 未来也将对全台水部闸门大体检 重回事发现场南投五街霸霸底水市趋于缓和 但前一天闸门异常开启放水 冲走5名游客造成4人死亡 原因出在哪 台电指出当时在五街霸只有一位值班人员 13号凌晨4点12分闸门异常开启 过了9分钟滴水位警报出现 值班人员才发现异常 赶紧关闭闸门 算一算过了31分钟 闸门才完全关闭 没想到5点08分 闸门二度异常开启 一分钟后人员紧急断电 关闭闸门 两次泄洪就排了大约20万吨的水量 相当于80多座标准游泳池 泄洪时间长达半小时 难道值班人员都没作为吗 水库的闸门的关闭跟开启都需要一段时间 大概需要15分钟 所以开启15分钟 关闭15分钟 假如所有人为的疏失 该负的责任我们一定会负起来 台电强调绝不互短 全难进入司法城市 当天值班的苏信员工被检方复讯后 认定他对闸门故障的处置有疏失 依照业务过失致死 裁定10万元交保 据闸门客的徐姓客长 则是证人身份警惠 释发后传出闸门误开 恐怕和老鼠或蛇类入侵有关 但台电已经排除这种说法 我们认为有可能是传输电缆 绝缘不良 造成误启动 试射硬体软体等各方面 那此方面任何能持续的查证 按照台电SOP 水库放水前一小时 周遭民众都会听到这样的广播 但这回毫无警示 昨天的是一个意外 并不是我们计划性放水 当然就没有事先的广播 那如果是计划性放水的话 一定会事先广播 五街霸10月就要进行例行检查 却在9月发生意外 台电全力究责 也将针对全台水库闸门大体检 提升安全系数 不让类似状况再度发生 节目成 南东报导 在9月发生意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